这来带您关心的是带奥心毒鸭事件 现在让很多民众非常恐慌 那么事实上两年前 高雄镇修科大还有中山大学合作研究 就发现了本土的门多萨甲丹包菌 能够吃掉带奥心 而且只花两个月的时间 就能够分解80%的带奥心 只是呢现在卡在国家制度 目前这项研究计划只能够在实验室里 还没有办法走出户外 来到带奥心污染的地方来进行实验 带奥心鸭 民众人心惶惶对带奥心污染相当的关切 其实早在两年多前 高雄镇修科大与中山大学合作研究 到同样也被带奥心污染的台南周石化安顺厂 把突然带回实验室研究 发现一种本土菌种能吃带奥心 打断之后它毒性再断 它打断再去打 第二个再打断 那打到这边就变成 比较毒性比较弱的带奥心 带奥心被破坏明显减少 从数据图来看 横座标是天数 纵座标是带奥心含量 各种带奥心用不同颜色标示 不论哪种碰上了本土 门多萨甲单包菌都会被吃掉 而这张台南安顺厂的带奥心土壤 更成功地证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分解掉80%的带奥心 我们那个政府的污染产品是不能进去的啊 它整个围墙围起来啊 所以这个变成要政府去核准说 好那准许你们进去做实产的实验 这项研究似乎对带奥心污染找到了解药 只是卡与政府严格控管 闲杂人进出污染地的政策 目前还没走出实验室 本土菌种在户外是否和在实验室一样 狂吃带奥心还没得到诊实 这里新闻记件很许穷文 高雄报道